5G手機陸續要上市了 現在看到我是眼花撩亂 很多人跟我一樣說 那我要不要換呢 那是現在就換嗎 而且還要換哪一款呢 聽說今天有專家要為我們解答 是 前衛 不要說5G手機 最近你在電視廣告上面 就看到好多的電信業者 在主打說5G 現在可以去換他們家的5G 不過你要享受 5G的標速快感 你先要有5G的手機才可以 剛才講到今天上市的 就是手機大廠三星 他們今年推出了 機皇Galaxy系列的 機皇今天要上市了 而且最大的賣點就是 畫素有1億800萬的畫素鏡頭 另外它也有雷射對焦輔助元件 所以說讓你可以 更快的對焦來拍攝 還有一個賣點就是 因為他們有一個叫做Expand 就是你可以一邊記筆記 一邊可以把它錄音 之後你複習的時候 你要看筆記的時候 就可以比對當時的雲內容 現在的美金定價 大約是在合台幣 將近39000左右 另外我們來看到 另外一個手機大廠也是Google 但是說這個新手機 很有台灣味 這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原本HTC 要賣給Google團隊 所打造出來的 它標榜的是什麼 是以企業級的安全防護 可以保護使用者 他的作業系統 還有機密資料不會外洩 另外如果你在看影片 或是聽語音的時候 你會有即時字幕的產生 可以讓你即時了解 如果是不同語言的話 你大概也可以了解它的意思 還有這個天文攝影模式 現在很流行到山上 去拍夜空中的星星 它主打他們的手機 是可以拍下天空中的星星 所以這個5G版本 大概是在秋天上市 定價大概約是16000有找 另外也有很多的是蘋果迷 他們也很關心說 到底iPhone的手機 什麼時候會出呢 受到了疫情影響 往年都是大約在9月的時候 會有新手機上市 今年如果是iPhone 12 這個5G版本的話 可能最晚要到11月才會上市 但是現在大家也擔心的就是說 台灣的基地台 到底這個5G的覆蓋率夠不夠 所以說專家預測 一直要到明年2021年的下半年 可能才會掀起一波換機潮 它支援10800萬的相機 錄製語音同時手寫重點 事後只要觸控到筆記上的文字 就可以播放當時內容 各種環境下去做可控式的變焦 不只語音筆記同步 手機投影到螢幕上後 還能開啟其他APP使用 不影響投影畫面 寒常5G手機新上市 6.9吋全螢幕 支援記憶卡擴充1TB 甚至還能拍攝8K影片 要搶攻5G換機潮 我們在5G時代6月跟7月份的部分 跟上個月比大概有倍數的成長 然後跟去年同期比也增加了30幾個percent 另一家日系廠牌則強調拍照功能 連拍100張照片 所有細微小動作都完整記錄 日常推出的5G手機 6.5吋螢幕 每秒20張高速連拍 不但螢幕使用4K HDR 影片也支援4K拍攝 台場則鎖定電競市場 不但有雙充電孔 充足電力 還可以連玩遊戲24小時 包含散熱片跟外掛風扇 預計8月中下旬上市 在今年年底 5G總數量應該可以達到30支左右 因為機器台太少了 所以變成很多消費者呢 都會在猶豫 因為你今天要辦5G的網路 你要有5G的SIM卡 所以你要花一筆錢 那5G的手機 你要再花一筆錢 3C達人建議 若合約快到期 可以趁歌業者搶試戰 近優惠時順勢轉為5G 但是得事先做功課 常出沒的地點 是否都在5G涵蓋範圍 記者謝文翔 夏威夷 台北報導 進入到5G時代 的確是一個革命性的時代 今天我們也要邀請到 3C達人林曉旭 來告訴我們一下 現在真的 剛才講到眼花撩亂 尤其說今天三星 推出了所謂的新機皇 好像說在下半年 也會推出折疊式的手機 光講這折疊式 大家觀眾都很好奇 看到好像有一些畫面說 像書或是像紙一樣 可以把它折起來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 一個形式的手機 其實三星的折疊手機的話 已經在去年推出過第一代 那在下半年的話 他預計會推出 第二代的舉行的改動款 改成螢幕的部分 全部是完整的 而不會再有切割了 那我這個也是很多眼睛期盼的 但是因為他的價格太高了 一台大概要七八萬塊 整個台幣的話 所以這個其實在第一代推出的時候 台灣的銷售還據說賣得不錯 另外一款屬於貝殼型的折疊機 有點像摩托車那樣的一個貝殼折疊 那他大概售價也要到五六萬 六七萬左右 但是聽說也賣得不錯 所以這些旗艦其實 對現在很多品牌來說 也是必加必增之地 剛剛前面有提到的 最新推出在昨天晚上才推出的 這個全新的Note系列 它的像素也搭載到了1億的像素 這個部分應該 也是很多使用者引頸期盼的 對 但是聽小遜你在講說 好像其實有一些消費者 他是不管說你手機價格定多高 你可以玩到最新或是最厲害的手機 他們是可以去追求的 但是大部分的消費者 他們還是追求所謂的CP值 就是說我可以用最合理的價錢 買到功能最多 最好用的手機 當然廠牌有這麼多 不管是大陸的 不管是美國的 或是甚至台灣製造商 來做出來的手機 到底應該怎麼選 大家真的覺得眼花撩亂 其實現在大家覺得眼花撩亂 下半年會更緊張 目前的話 其實在台灣已經陸陸續續上市了 很多款的5G手機 在一開始7月份 格拉電信5G開台的時候 我們的選擇性不多 只有10來款而已 但是現在 接到8月份 就越來越多的5G手機 已經開始的小小的開賣了 現在發表了這些新的機款 他同樣也都支援了5G Google在前幾天發表了這些批搜 他也預告接下來要為出5G手機 所以下半年 我們可以預計從10月左右開始 各大品牌的5G手機 真的會如春水般不斷地冒出來 那以目前的5G手機一台 要價至少要2萬米以上 甚至到3萬多塊的狀態下 我相信接下來10月份 有手機推出 價格就會在2萬左右 甚至有可能會在1萬左右 我們就可以買5G手機了 所以到時候再選 就會有更多的選擇 是 所以說可能等晚一點來看看 說不定會選到自己更喜歡 而且價格更合理的手機 不過我要請教小旭的就是說 聽說現在產業面在估計說 今年的5G用戶大概只有一成左右 可是到明年可能會成長到35% 就是大概3成5左右 但是現在就問題來了 很多人的手機現在是4G 那我到底 第一個我要不要跟原有的業者 去續約 或是說我準備要換手機了 我這時候是要搭配 怎麼樣的門號嗎 到底面對這樣的一個轉換潮 我們現在應該要怎麼做 目前這方面有兩派的說法 一派的說法是說 現在幾十顆大電信有 針對現有已經在用13994G 方案的使用者 提出對他們直接免費 升級到5G這樣的一個訴求 也就是目前已經講1399 這個4G用戶 電信者主動來聯繫你說 你要不要升級到5G 如果你要升級到5G 然後保留現在4G所有的 包含所有上網的熱點分享的流量 都讓你免費吃到飽 但是如果到了一定的時間 例如說8月份之後 或者9月份之後之後 你的倍率就會恢復到原來 必須要計算為流量的一個方案 那這個時候就會讓很多使用者 開始猶豫說 那我現在要不要直接升級上去 既然電信業者要幫我直接的升級 那麼這部分我就建議 是 那另外呢 另外一塊說法的話就是 因為你現在還沒有5G的手機 對 所以你現在升級到5G 其實對你來講 第一個你的手機不支援 去升級其實沒有意義 第二個是你家住家附近 不一定有5G的基地盤 所以你升級之後 其實你還是在用4G 那麼就不如留在現在的4G 這個部分的話 是對於還沒有5G的使用者來說 你就可以不用急著的 那我們會建議等到 大概10月份之後 越來越用手機了 或者等到明年 這個各大電信的資費 就已經翻新了之後 我們就會等到更優惠的倍率 到時候再升級都還不及 所以說小旭跟我們建議就是說 其實等到今年10月 或是到明年之後 不只說可能基地台 或是說這業者提出的 資費方案會更好 甚至你有手機 有更多款的選擇 好 我們今天謝謝小旭 提供給我們的建議 再把時間交換給千惠 OK